来看鸡蛋课题 农业销售局保证 斋戒月和开斋戒期间 全国鸡蛋供应充足 那是因为截至昨天 政府已经在全国分销 2150万颗鸡蛋 确保鸡蛋供应 在整个家节期间都充足 重点分销住属是频频通报 闹鸡蛋荒的东海岸三州 农业销售局代总监 阿都拉西坦成 作为糕点和开斋食品的 主要原料鸡蛋需求激增 市场上在斋戒月前期 确实缺少A和B级的鸡蛋 再来就是因为养鸡农场 近期没办法大量生产 这些级数的鸡蛋 但是作为全国拥有 最多大型养鸡农场的马六甲 从去年开始已经增加产量 保障全国供应 这些级的鸡蛋 这些级的鸡蛋 也会有这么多多 大量生产量 准备 四星